好 財報週很重要 而且都是科技巨頭的財報週 來看看 雖然說有颱風攪局 但是呢 美國不影響 照樣會舉行財報的公告 剛剛提到的谷歌 還有包括現在的微軟Meta 接下來呢 有蘋果 英特爾跟亞馬遜 好 這些講了一些 剛剛提到了谷歌 有講到亞馬遜 但你覺得還有哪個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一開始我們講的 因為如果今天講我們七巨頭 資本支出前三大 就是Google 亞馬遜 以及我們的微軟 尤其是會拿到第一批這個 GP200訂單的 也是目前為止拿到最多訂單的 就是微軟 那剛好我們說微軟每年十一月的時候 都會舉辦一個內大會 已經舉辦了九年了 去年二零二三年十一月 其實也是講AI 那據傳聞有可能這一次十一月的時候 這個微軟可能會直接把GP200 來秀出來給大家看 你看跟我們這樣搭配下來 然後呢 如果我們今天以客戶端來講 Copilot Studio 這個新功能也即將進行一個上限 那這個部分 以後不管是商用或者是民用 基本上就更往AI這個部分給靠近 那我們來講 我們說如果以中長線來看 像第二季的時候 這個微軟在智慧雲敦的部分 營收也是表現的還算相對亮眼 有低於預期一點點的 原因是那個時候市場預估太亮眼了 但是如果以長線來看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 在智慧雲端事業的部分 就是微軟的重點 是結結成長最多的 那這段期間 微軟只有一個小小的利空 就他現在有一點算是小霸道 就是強制升級Win11 造成一點小災難 如果我們回顧到當時強制升級Win10 已經是九年前的事 2015年的事情 股價當時也是先跌後漲 所以這一段期間我們發現 如果有去做美股的話 微軟反而是一個好標的 當然如果要講到台股的部分 到底誰在這裡收回微軟的概念 三大 三大那個 我們之前有講過什麼什麼什麼 AI 四君子嘛對不對 等等的 那三大個股 鴻海 廣達 偽創 這三檔都是 全部都是微軟相關的供應鏈 那剛好這段期間 這個收到一些川普黑幫的干擾 但是我們講了 應該是不會影響到這三檔個股 那我們就順便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2382的廣達 廣達你看這幾天被這個川普這樣子 風險一搞拉回 今天還一度有跌破300塊 還好最後守住 你看留了一點下影線 但是時日線有破了 這怎麼看 我們講了 能夠支撐台股上漲的幾個很重要的勢力 其實散戶也算 就是代表一個信息 代表市場氛圍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這段期間 雖然廣達是偏向於修正的 外資是不離不棄 外資是買的 他越跌在這個地方反而越買 不離不棄 所以我們說外資看川普 跟我們一般市景小民看川普 應該是外資看得比較準 外資可能想一下說 他可能也是講講而已 這個會不會真的跟台積電 收一些額外的費用 都還沒有個定案 都還沒有收 我們自己嚇自己 外資有繼續報 雖然廣達最近拉回整理 那看看鴻海 鴻海這兩天也是 尤其是今天也拉回 一度呢還真的差一點 又回測到兩百塊附近 那今天是跌破兩百一 那回到二零九 但最後還是有拉下影線 外資看起來也是買多於賣喔 對 那其實而且整體而言 我們說其實我們再看一檔個股 如果要給他一條這個強弱線 應該是月線 那生命線是季線嘛 其實這段期間 鴻海已經算很疼投資人了 我們就是沿著十日線上漲 今天有個小跌破了 但是我們說下面還有月線在支撐 也是翻揚的季線也是走平的 就這個部分 鴻海的結構我認為是沒有改變 那你覺得現在廣達跟鴻海 在拉回的時候回到十日線下 或十日線附近是甜甜價嗎 我認為基本上快要接近甜甜價 還沒有接近 因為今天我們有另外一個部分 清雯老師要帶大家怎麼算 鴻海的這個合理價 那當然我認為今天鴻海廣達 甚至我們把偽創也拿來看一下 因為3231的偽創 他最委屈啊 整體的結構來看 他跟廣達一樣 所以這兩檔個股 其實可以拿來做對照組 如果廣達今天跌破了 那如果偽創今天還撐著 那大家可能就要小心說 偽創是不是也要跌 結果發現這兩檔 不管以技術面的角度來看 他其實更穩健 因為他最溫屯 所以呢今天我們說 連十日線他都沒有跌破 他是有站穩的 也是收一根下影線 以籌碼的角度來看 他們一樣外資都是站在買方 所以我認為 其實也是有一些外資 基本上不是川普交易 而是基本面操作 穩健型的 他會認為說這個微軟的財報 應該是十之八九沒有問題 所以先行操作偽創跟廣達 那這個部分的話 說是不是甜甜價 我只能說目前為止 他們的結構都沒有改變 如果想要賺一點價差 那這個部分今天應該算是有點抄疊 因為他們的結構後面 應該還是會穩步的上漲 至少這個禮拜等這個 我們這些資料中心 CSP業者都公布完財報之後 那才是第一波的爆點 而且我們剛剛有買個伏筆 我們說爆點這樣就結束了嗎 還沒 他們的爆點在第四季 明年年初才會公布 了解 好 謝謝指東告訴大家 怎麼看待鴻海廣達 甚至包括偽創 不過呢 立刻請慶榮上來告訴大家 今天他要用本益比的算法 教我們弄懂本益比就天下無敵 這一句話 投資朋友今天這樣聽起來 賺到了 到底什麼是弄懂本益比可以天下無敵 最主要的前提是建立在我認為 任何一檔股票都可以透過財報分析 去計算出合理的企業價值 然後提供我們買低賣高的依據 那我這一段的內容 大家好好聽到後面 因為我會告訴大家 當鴻海跌到哪裡的時候 我會繼續借銀行定存加碼買進去 那所謂這個任何檔股票 他可以透過財報分析計算企業價值 他主要有幾種方式 第一種是本益比法 第二種叫股價淨值比 第三種是PEG股價盈於成長比 最主要是用來評價成長股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財報分析的公式 那第四種就是用所謂的 純股口訣357 去評價那種可以長期穩健配息的公式 什麼是純股口訣357 357就是股價跌到7%的殖利率的時候 進場買進 漲到3%的殖利率的時候 進場做擴利了結的動作 但是這個殖利率是用五年平均股力 來計算的殖利率 好純苦口訣 在以後有機會跟大家來分享 那其中我們今天來講這個本益比 那本益比基本上有六種 那為什麼會有六種的組合呢 最主要是來自於本益比 是EPS乘上本益比的倍數 那EPS我分為兩種 一種就是過去的EPS 比如說近世紀的EPS 那第二種就是預估的 就是我們預估未來的這個EPS 那解決了EPS之後 那本益比基本上的倍數 有分為固定式的本益比 就是參考過去N年 可以是三年也可以是五年的最高跟最低 我們去做一個判斷 那另外一個叫滾動式的本益比 是參考過去N天的平均 這是最高跟最低 而這個是平均值 那另外用預估本益比 主要是如果考量到未來的劇烈波動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用預估本益比去做一個判斷 那預估EPS乘上固定式本益比 預估EPS乘上滾動式本益比 跟預估EPS乘上預估本益比 如此就會有六種的本益比的組合 那鴻海比較適合哪一種 我過去長期來 其實我會用預估EPS乘上固定式的本益比 這樣就可以算出合理價 對 可以算出合理價 便宜價甚至昂貴價 那這個公司我們不需要先舉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預估EPS 怎麼預估啊 怎麼來的 其實鴻海的董事長柳揚偉 其實已經洩提給大家了 他在先前的這個一次媒體的所謂的訪問中 他自己預期到2025年的時候 鴻海的營收是有機會突破7兆元 那我們要算EPS 基本上是營收乘上稅後淨利率 然後得出稅後淨利 稅後淨利再除以發行股數 就會得出EPS 所以有了這個營收來到7兆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考量稅後淨利率 鴻海應該會落在什麼地方 那我翻開鴻海過去十年 最高的稅後淨利率是落在3.47分 所以用稅高來看 他2016年的時候曾經達到這個數字 所以7兆乘上3.47% 就會得出稅後淨利是2429億 那有了2429億之後 再去除以鴻海的發行股數 138.6億的發行股數 就得出鴻海2025年的預估EPS 將落在17.52元 這個數字是蠻高的 那最主要是假設 他的稅後淨利率會大幅的上升 那鴻海的稅後機率有沒有機會大幅上升 我當然認為有機會 因為今天有揮答 對 因為鴻海在2025年的時候 他的營運結構已經出現非常大的改變了 這很大的改變 其實是一家外資預估這個GB200的AI伺服器 佔鴻海2025年營收佔比將來到20%到25% 這是一個肥茲茲的訂單 這樣毛利率就要高了 另外他的這個雲端網路的產品部門 2025年將佔鴻海營收比重來到47% 在兩年前這個比重只有23% 換言之兩年後 2025年的鴻海將來自於雲端網路的貢獻 會大幅上升一倍之上 那以這個iPhone為主的這個消費智能產品 會從2023年的時候的54% 然後下降到只剩下40% 所以這樣看喔 你看很清楚 這個叫做揮答對不對 對 這個就是剛剛子東說的微軟 對 朝雲端服務對不對 這個是蘋果 這個是蘋果 好 他這樣子去污純金 把毛利高的提高 然後毛利低的下降 所以我認為這個2025年的鴻海的EPS 確實會出現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改變的過程 甚至有機會達到我剛才上述所講的 所以他就等於接下來兩年就一個大轉型喔 對 所以這個EPS是有機會往上走升的 所以有了EPS的預估值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參考他的這個固定式的本益比的倍數 進入重點了 要怎麼算 要把它算出來它的合理價了 這個其他的 還有 form 這個 是 進去 從 這個 количе 我們 這裡 很